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ddie 今天這一集很特別 有在follow我們的頻道 跟我粉專的朋友一定知道 就是我最近終於搬新家了 我們新家經過了一陣子的裝潢 然後跟很努力的打包 終於可以搬進來了 其實搬進來到現在 也差不多已經快一個月了 这一个月以来其实我还满满意这里的规划跟设计 而且这一次一样是维持我一贯的风格 就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发薄 所以今天来开箱我们的新家给大家看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啰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玄关这一区 这一区呢想当然而一定就是我们的鞋柜嘛 那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自助的 我觉得很喜欢的设计里面呢 其实我就是喜欢把鞋柜提高 那提高有个好处就是除了你可以有间接照明之外 另外呢有一些访客的鞋子 或是有一些室内拖鞋你可以放在 就是提高的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的这个柜子呢 你会发现我们尽可能希望它的空间是清爽的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跳色的设计 那所以包含说它可能是白色搭上木纹色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我把柜子分成两个区域 就是第一个就是鞋柜的地方 所以鞋柜的地方呢 它就有做通风的设计 例如说像这个把手的地方 它顺便就刚好可以让鞋柜通风 那里面呢甚至也还会有成板之间的通风孔的设计 那右边这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收纳柜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跟鞋子是分开的 所以你看进来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收鞋子 那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我本人跟我家人的鞋子真的不是很多 像有些人的鞋柜可能就需要很多的收纳 但是我们家其实真的是还好 所以再加上现在有一些就是搭配这种收纳的鞋架 其实就还能够蛮能放的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鞋架的区域 那这边呢就是收纳 所以这边收纳通常会放些什么呢 就例如说我们出门可能会带的帽子啊 或者像现在不是都要带口罩吗 所以口罩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或是有一些钥匙啊 钥匙 或者是像酒精啊 这些都是出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包包 跟这些卫生纸跟口罩这些东西 所以就可以收在一样是在玄关的地方 所以其实玄关里面最重要的收纳当然就是你外出可能会带的东西 以及呢当然就是鞋子 所以这两区我们尽可能让它分开的原因是因为 毕竟鞋子都还是会有味道嘛 所以这是我们玄关的设计 好那我们想到玄关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就是一定要有穿衣镜 因为呢有一个全身的穿衣镜呢 真的对于平常我们外出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方便 所以呢玄关的穿衣镜呢 我一样把它放在鞋柜的对面 好那这个其实是从我从旧家搬过来的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眼熟 那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大面的镜子 那现在这种大面的镜子啊 其实你只要挑家具里面啊 它只要是可以壁挂 然后它也可以直立放的 这种双用的其实都可以直接让你壁挂在上面 那挂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推荐 就是一定要请师傅帮你用钉的 虽然说感觉钉的好像会破坏墙面 但是它的确会比较安全 就不要再用什么3M的就是粘贴的掉钩 我真的觉得它本身有点重 那因为镜子本身也的确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其实就好好的固定在玄关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再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有一个洞洞板 那其实这个洞洞板的设计啊 的原因是有它的玄机的 其实它是一个隐藏门 所以它推开呢其实就是我们厨房的区域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隐藏门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不喜欢一开门 又看到另外一个门嘛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洞洞板的设计呢 它这边其实是有切线的原因是因为不要让它觉得 这边就是直接就是一个门板 那也因为呢有这个洞洞板的设计 所以我就在玄关的地方呢留了一盏灯 那这盏灯呢当然就要放的就是 呃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开运的灶财猫 那这个灶财猫呢太阳能感应的 所以当它有照光的时候其实它就会一直招手 所以我觉得这倒也不是什么风水的考量而已 也是大家每天看到它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那这边呢我就再放一个植物 就是富贵树 那所以这一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玄关 那后面其实是为了要收我们的厨房的门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客餐厅呢 你可能想说哇既然是客餐厅 为什么没有餐桌呢 因为呢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客餐厅呢 跟游戏室呢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所以呢我们把餐桌呢用折叠桌 然后收纳在这里 好所以当我们需要用餐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推到这里来 那它其实打开呢是一个蛮大的餐桌 那大家记得呢我们上次在讲 我自助最后悔的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觉得客厅的收纳不够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客餐厅呢 就做了很大面的收纳柜 那这收纳柜呢其实有一部分呢 这一边其实是比较兼餐柜的功能 所以这边当然有一些就放一些水果 那这些水果为什么要放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放在厨房很容易就 温度比较高很容易就握手 然后甚至是对水果来说不是那么新鲜 好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水果呢放在这边 那你会发现啊体外话 这段组合没有关 但是我真的是太爱这个盒子了 因为我儿子真的很爱吃香蕉 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出去玩爬山啊 或是去海边玩 有时候也会帮他带香蕉 那香蕉很容易压烂 所以现在居然还有这种收纳的东西 是专门收香蕉的耶 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好所以这边就会放一些就是水果啊 或者是有一些外出会带的东西 那这里呢当然就是一些收纳的空间 所以有一些用不到的锅子 其实有些真的放在厨房里面 我们会觉得就是太挤 我们就有一些就会收到这边的收纳柜 所以这边就包含说 我们有时候泡茶会用到的咖啡饮料 什么都会放在这边 还有就是我儿子外出很爱喝的梳泡 我们也会放在这边 好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收纳的区域 那下面呢就还有收纳一些零食 大家说太多了 我不好意思打开 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餐柜 除了这个餐柜之外啊 其实我们这边也做了很多的收纳柜 那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是我其实很喜欢也很习惯 用餐桌间工作座 因为小孩子睡觉之后 其实才是我自己真正可以工作的时间 好所以其实我很喜欢用大的餐桌来当我的工作的桌面 好所以当我餐桌放在这里的时候 也就是我工作就放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想当然而我就会需要有一个收纳柜 用来收我的文具跟我的文件 好所以其实这边打开啊 好就是我们用来收纳文具跟文件的地方好 所以你看得到就是工作的东西 我反而会放在这边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收纳柜 那接下来这一面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视柜了 那电视柜其实我一样是采用用跳色的方式 好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门片很大 可是我又不需要像鞋柜一样要开那个通气口嘛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用那个拍拍门的设计 好所以当它压下去的时候 其实它就合起来了 那打开的时候压下去它就打开了 所以其实这个拍拍门的设计 至少我觉得过往我自己用的经验 我觉得其实还算还蛮好用的 好那下面这一个电视柜呢 我一样是用跳色的设计 所以它跟鞋柜有点像就是有木纹 然后有白色的跳色 好所以它整面的墙 虽然说感觉好像柜体很多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太重 其实有两个部分就是我们会部分做镂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尽量用双色的设计 让它觉得柜体不会那么的重 那其实电视柜呢 下面一样是这种拍拍门的抽屉的设计 所以下面就可以收纳 例如说医药箱啊 还有就是那这一个 我刚刚这一个就是我们瑜伽会用的东西 所以例如说瑜伽店啊 那其实电视柜呢 大家其实都知道很喜欢就是上面有一部分是开放的 就是有些水手 收的我都常说这个叫做乱曲 就是 例如说我儿子很爱玩很爱看相簿 你看这个相簿都已经烂掉了 但是他因为他常会翻嘛 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就是 偶尔想到的时候他想要坐在这边翻相簿啊 或者是有一些玩具啊 我们就可以都收在这一格里面 所以蛮需要就是电视柜有一部分是镂空的设计 好那所以你看到他有123455格 弥补呢我之前在讲我上一间房子的设计 我觉得比较不足的 就是大家记得我上一间房子 我就会堆很多的东西在这一区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乱 所以当我的抽屉够多 然后呢收纳的格子够多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让他收纳的比较整齐 好那除了电视柜之外呢 再过来呢这一个当然就是设备柜了 所以包含像地式台啊 网路啊还有音响啊 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一格 所以这一格呢基本上就是开放的格子 就是用来放设备的 那下面呢可以收纳的东西当然是我小孩子的玩具啊 还有像这种就是教具 这种盒子装的就可以一盒一盒装在这边 那想到要跟他玩什么 或是小朋友的就是朋友的小孩来玩 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他们要玩什么 就可以马上拿起来 所以这下面一样是可以做收纳 那再过来这一个呢 他就真的可以收很多东西了 这一次呢其实我买了很多收纳的盒子 而且这一次呢我尽可能呢都是用透明的盒子 所以他就可以一格一格的放 然后所以里面包含像有一些3C的东西啊 或者是小朋友的积木啊 或者是像什么呢 我淹的美酒 全部都可以塞在这个柜子里面 但是呢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收纳跟储藏的定义要先分辨清楚 我们常说的储藏呢就是指的是我很少很少用到的 那所谓的收纳呢就是我其实还是有可能日常 还是蛮常会用到它 那我希望我放在一个比较水手 比较好放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呢 他就比较像是收纳 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我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坐在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餐厅一面的收纳柜的空间 那客厅呢当然不能或缺的就是沙发区了 所以这一区呢就是我们的沙发 那这一次的沙发呢 因为他的面框够宽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L型的 那沙发的背墙呢 当然是客厅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角 那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蓝色嘛 所以蓝色呢我就把它加一点点黑色让它降低它的彩度 然后让它呢就会看起来更有质感 那这一次呢我希望它可以 大家有记得我上一个房子 我们就是掉了很多的挂画嘛 那上一次我挂的画都是植物 那这一次呢我想要让它有一点点不同的风格 所以这次呢我就选择这种金框的 它其实是金框 但是它又刚好符合我们白色跟木纹色跳色的这个风格 所以它意外的跟这个蓝色的墙呢搭的我觉得还蛮没有违和感的 而且呢有一点点就是清新 但是有一点点小奢华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选了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宽的沙发 然后用L型 然后还可以搭很多自己喜欢的抱枕 所以这是我们沙发的区域 然后客厅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 有点像是阳春的家庭剧院 为什么说阳春呢 就是我真的在装潢之后啊 真的发现家庭剧院是无上线的 可以有很贵很贵的然后很高级的 但是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没有到这么的重度使用者 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就是做了投影机 那其实我本来旧家也有投影机 我们是把它搬过来 但是这一次呢我做了一些音响的设计 所以让它可以有环绕音响的小效果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有这个投影布幕 那这投影布幕呢其实我只要用这个按钮呢 就可以让它卷下来 那虽然说我们电视其实尺寸也不小 但是真的在看电影跟在追剧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投影布幕看起来比较爽 我必须讲 所以它的看快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家具 就是我们原来的家没有的 就是这一个按摩椅 那这个按摩椅呢 其实我本来没有要买这么大台的 我本来其实是想要买像沙发间按摩椅功能的小按摩椅 但是呢后来我带我家人就是包含我妈妈也去试做了之后呢 我们坐到大台之后就下不来了 所以我们想说既然空间放得下 后来我们就买了这么大台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几天我们这样用了大概快十天 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的就是 睡前的时候可以按摩隔15分钟到30分钟 其实真的会觉得身体有被舒展的感觉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身体是比较放松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平常比较操劳的人呢 尤其是像妈妈朋友们 我真的觉得按摩椅是一个还不错的投资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室的空间了 其实呢说是游戏室呢 其实它就是跟我们的客餐厅连在一起的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那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一点呢 就是它非常的方正 而且呢无死角 什么叫无死角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提到说我儿子最喜欢在客餐厅玩嘛 因为就是我们在最多的时间其实就在客餐厅 那因为我原来的旧家呢 他的游戏室是在房子的另外一边 所以就常常他还是花最多的时间还是在客餐厅 那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他客餐厅可以完全跟游戏室连在一起 所以呢我一样把这个空间呢 我就做了一个盪镜圈的设计 那因为呢他的面宽比较宽 所以他的左边呢我还可以塞这个 好就是我们的单杠 单杠 好那所以他平常呢我也可以把它拔下来 好那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障碍物 如果我们把这个鞦韆当成障碍物的话 就是他可以完全完全通透的一个空间 那但是呢当小孩要玩的时候 或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消失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 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勤铁工呢 就是有点类似用纸巾的方式 然后锁这个吊环 然后这个吊环呢就可以随心所欲 所以我们想要锁 例如说鞦韆也好或是单杠也好 其实就很好用 那上次有同学鼓励我 可以去学空中瑜伽 那这个我会把它列为 我人生的代办项目 有一天想到的时候 或有一天真的心情 真的很想要学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再来挑战一下 那游戏室的空间呢 除了我们刚刚的当鞦韆跟单杠之外呢 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溜滑梯 那这个溜滑梯呢 其实是从我旧家搬过来的 但是因为它因为有木工的定做 所以有一些局部在拆的时候呢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这个家的规格 所以还是有局部是 还是要请木工再帮我们稍微收编一下 那这边呢 其实我有一些教具是 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小孩子也很爱玩的 就是这个平衡木 那这个平衡木呢 其实它除了可以当平衡木之外呀 其实它还可以这样放 那这样放的时候呢 就是有点像是攀爬的 攀爬架 所以它这边就接了一个跳跳床 那其实啊 我之前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我妈妈还笑着问我说 我是打算要升几个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有一个 可以放电的方法 而且呢 它也会觉得就是 像我们在说爬 或是溜滑梯啊 或是跳啊 其实都是对小孩的感觉同和 是还蛮好的一个辅具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时候我妈 我跟我妈说没有啊 我就剩一个啊 然后她说那你要开幼稚园吗 干嘛买这么多东西 但是其实我每次 只要有朋友的小孩来我家玩 其实都很爱这一区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边就是有他们喜欢玩的玩具 好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有放了一些软垫 像我儿子他现在在学跳格子嘛 所以就可以用软垫来帮助他 知道每一格怎么跳之外 同时啊 其实这也是在帮助我们做 地板的隔音 所以除了我们的地板下面 其实还是有铺软垫之外 其实我们在上面呢 放软垫有一个帮助就是 让他的隔音可以再好一点点 那其实这个门啊 其实我有一个设计是 我觉得很很好用 而且是真的也蛮好玩的 就是这个门片呢 其实我们上面有贴了一个磁贴 那这个磁贴其实是可以当黑板用的 大家想到黑板 想到都是粉笔对不对 其实现在的粉笔啊 可以做的非常的没有粉沉 像这个啊 就是我在买这个黑板的磁贴的时候 他有卖这种玻璃的蜡笔 那玻璃蜡笔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其实可以卷卷卷卷 所以他可以卷他要的长度之后呢 我在上面可以写字 所以例如说我要画一个圆圈圈 好我画个人 好怎么这么丑 好就是这个 那如果假设我要把它擦掉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这种 像我刚刚有准备这种湿的抹布 我就可以把它擦掉了 好所以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啊 他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涂鸦 然后上次我朋友来的时候 他在这边写说 妈妈是个龟毛的妈妈 我说你可以这样 让你妈的面直接写出 屎话嘛 好所以其实就是小朋友 其实可以在这里涂鸦 那其实我们刚在写这些的时候啊 用这个玻璃蜡笔的时候 其实他完全没有粉层 而且其实就像我手画掉 画到颜色 我去洗手其实很快就洗掉了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的颜色 好那虽然他面积没有很大 因为我毕竟没有贴很大的面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用的 然后你上面也可以放你爱的磁铁的东西 那这个板擦 其实他没有什么功能 因为他还是要沾湿才能够把它擦掉 所以要么呢 就是把这个板擦就是帮它喷水也可以 要不然就直接准备一个 这种湿的抹布 其实就可以把它擦掉了 所以这是 也是跟游戏区在一起的一个 这一次装潢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设计 那另外呢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其实啊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溜滑梯跟当球签之外啊 其实我最喜欢这一个阅读的区域 那这个阅读的区域是因为 不管是亲子餐厅 或是像学校也是 学校他们会有一些开放的书架 像幼稚园啊很多都会有这种书架 其实这个书架啊 我以前在想的时候想说 那要不要请木工做啊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像这个其实就是IKEA的一个 用来放画的一个架子 然后请木工帮我固定在这一道墙上 那其实他就可以放很多书 那我觉得这种开放式的收纳书的方式啊 第一个就是你的书 尤其是小孩子绘本本身就可以当成一个布置 再另外呢就是因为他是整个这样全部摊开来的 所以小朋友如果想要看哪一本书 他也可以直接取 所以像我儿子啊最近很爱一本就是这一本 其实他本来是放在下面的 我刚把他收到上面去 就是这一本飞机的书 所以他里面他想要看哪一本书 他就可以直接拿来看 然后下面呢就可以放一些椅子 那我之所以买那么多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常常邀请朋友的小孩来玩 所以他们就可以搬椅子之外啊 也可以一起坐在我刚刚那个小茶几那边吃吃饭 跟吃东西 所以其实这一区呢就是他一个开放式阅读的空间 那我们刚刚那个开放式的书架的后面啊 其实我做了一个 我常说叫乱区的收纳 什么叫乱区的收纳呢 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里是怎么样 我家最乱的真的就是小孩子收玩具的地方 然后呢所以 我其实这边有一个柱子 所以在柱子的后面这一段空间呢 我就做了很多开放式的承板架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这边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书 然后呢还有就是 很多不规则的玩具 所以他就可以全部都放在这里 所以我儿子呢 他真的就是回家会到这里来 然后看他玩什么 或是他有时候是自己躲在这里 然后看他想看的东西 跟玩他想玩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拿这些东西再去客餐厅的空间玩 所以这一区呢 平常我是不管他的 就是他自己收 然后怎么放 我只要不要太离谱 基本上我就是不太收他的 他刚好就是从我们的前面是看不进来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个柱子后面的这个空间呢 有点像是双面柜的功能 所以这边就做了很多开放式的承板架 那另外呢 这个的后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钉 那个开放式的书架的那个空间 所以其实那个开放式的书架 我那时候在钉的时候 师傅就问我说 我会不会放很重的东西 我说不会 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柜子嘛 他并不是真正的石墙 所以拿来 后面拿来钉 开放式的书架 其实是完全OK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了 我们呢 这个房子有两间浴室 所以这一间呢 是有浴缸的浴室 那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除了有浴缸之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们上次有一个自助后悔的 其中一个设计呢 就是我觉得有浴缸的浴室呢 还是要有一个干湿分离的shower的区域 会比较好用 所以等一下还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浴缸的旁边呢 还是有设计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区 那这一个呢 这个其实是从我家搬过来的浴柜 所以其实 他其实就是 我们上次有说过 他是从淘宝买的 所以我喜欢他 就是下面还可以有抽屉的设计 那上面呢 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么习惯用静柜 所以我就是直接用一个简单的镜子 就挂在这边 所以这一区呢 就是我们的洗手台 那旁边当然就是马桶 然后跟我们的浴缸 这个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其实我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这个冲马桶的冲洗器 所以一样我们这一个房子呢 一样有做这一个设计 因为他才几百块 可是你请随便师傅一起做 一起帮你安装 其实蛮好用的 那这一次呢 因为为了要让他旁边 还可以挤一个干湿分离的区域 所以这次浴缸呢 我是选比较小的 所以他的尺寸 每基础的话 好像只有120 所以是的确是比较小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的人也都不是太高大 所以对我们来说 泡澡啊 还有像小孩子在这边洗澡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干湿分离的 shower的区域 那因为呢他的空间 其实宽度还可以 但是我们希望他深度可以再深一点 所以这边呢 我就做了一个斜角的设计 那因为大家知道 领域的拉门呢 都是定做的 所以不管你的形状是长什么样子 领域拉门的老板 都可以帮你定做成你要的设计 那我自己也喜欢在干湿分离的这个门片上面 有这个就是毛巾的吊杆 因为大家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做干湿分离的 这种门片的话 其实他们会给你选你喜欢的门片的样子 那其实有一些设计师 其实这边完全就没有留任何东西 那当然看起来会觉得很干净 而且看起来会觉得好像就是很简洁 但是我觉得用起来不是那么好用 因为我们既然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区域 但希望我们在擦完身体之后 尤其是小朋友 假设他的脚是湿湿的 踩出去其实又都湿答答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毛巾的杆子 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我们刚刚说 让他深一点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这个浴室 是我大部分帮小孩子洗澡的地方 所以你想像如果假设他不是 深度不是太深 就是他的长度不是太长的话 其实就很难挤两个人 而且就是那个人又不是很好控制的小人 所以我觉得淋浴空间还是要让他尽可能 还是要符合你的需求 那这个浴室呢 就是另外一个客浴了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干湿分离的shower的区域 那我现在手拍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两间卫浴共用的管道间 那他旁边呢还有一点激灵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请那个玻璃的老板呢 在帮我们做淋浴拉门的时候 顺便帮我们先丈量 然后这边就放了很多玻璃的成板 就可以收瓶瓶罐罐的盥洗的用具 好所以这一区呢虽然小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两间卫浴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接下来呢就是女人的财库了 为什么说是女人的财库呢 因为上次我们录风水的那一集的时候啊 风水老师心灵老师有讲说厨房就像是女人的财库 所以呢接下来就来拍我的财库了 就是这个厨房 那这个厨房呢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我最喜欢的厨房的设计就是双衣的设计 什么叫双衣呢 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厨具 那用手边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电器柜 好所以某方面来说呢 你只要转身好就可以使用你的电器 这对我来说实际是动线最方便 而且呢就算这里要容纳两个人三个人 可能都还算是可以工作的区域好 所以你的走道也不要留得太小 那这个这一次的厨房呢 参考我们的Nelsey学姐家的设计就是她做了很多的这种吊杆 那这个吊杆呢 它的好处是把你常用的东西都往墙面去做收纳 所以以前呢我都会觉得说像这些汤匙啊 或是像这些刀子啊 或是像有一些剪刀啊 好像都应该要收在里面 好像会比较干净 或者会觉得它好像比较整齐 但是你会觉得它平常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的顺手 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说那干脆就学Nelsey 把它全部都挂出来好了 就请我们系统厨具的师傅呢 帮我拎这个就是这个杆子 那它其实是固定在这个上柜上面的 所以它本身还蛮老固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很多的小配件 所以像例如说你的砧板啊你的刀子啊 你的汤匙跟夹子其实都可以挂在上面 那这一区呢就像我们平常会削水果的 每天都会用的就是削水果的削刀啊 还有像一些清洁用品的器具都可以放在这边 常用的油啊也可以放在这边 这里面呢可能你还可以在收纳 例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会用到调味料也都可以收在上面 所以这一区就是我们平常用来煮饭的区域 这个水槽也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自助 我觉得很喜欢的设计就是这种没有死角 也不能说没有死角 就是直角设计的法斯文的水槽 它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宽度可能没有预留给它很大 但是呢它基本上因为它的形状是 这种方方正正的 所以它第一个是很好清洁之外 第二个你会觉得它的容量比较大 好所以像通常我这边就会挂一个 就是这种收纳的垃圾桶在这边 所以如果假设在这边洗菜啊削水果啊 或是要洗碗啊 在这一区其它的容量跟使用性 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 像Nancy佳她也是因为我们上次跟她分享之后 她就觉得这种水槽感觉比一般的常见的那种水槽 我觉得它的容量跟清洁其实都是比较方便的 那所以再过来呢 这就是我们的瓦斯鲁的区域 那这边其实有留了一个烘碗机 所以这边是烘碗机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么习惯用洗碗机 所以有些人可能这个区域是洗碗机 所以每个家庭可能不见得一样 那这里就是我的烤箱 烤箱 所以像上个礼拜天 就是我一个大学同学她带她两个儿子来我家玩 我们就一起烤饼干 所以其实我觉得烤箱 对平常要加热啊 或是真的要烤一些东西 其实还蛮方便的 所以上面这些都是上柜都可以做收纳 那下面也都一样可以做收纳 那再来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冰箱跟我们的电器柜 那这个电器柜呢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开箱啊 是我已经入住大概一个月了 所以她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常态 如果是我刚中华完之后 大家来拍呢 她当然就会是最整齐的状态 但是她就是样品屋 而不是我们真正住进去之后的的场域嘛 好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开的呢 就是我们平常会用的小家店 其实都在这里了 所以包含像常用的电锅啊 还有香热水器啊 还有煮水的煮水瓶啊 还有咖啡机 其实全部都在这边 那我觉得一字型有一个好处 就是很方便是我在这边煮菜 然后这边是我们平常在煮饭 或是在炖一些东西 其实都在你的后面 所以她的动线很方便之外 这边还有做一个托盘的设计 为什么要做托盘设计呢 因为我们料理的区域毕竟台面不见得太大 所以其实我们喜欢呢 就是如果假设我洗菜啊 或是我备料 我可以有一个备餐台 其实是最好用的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做了一个托盘的设计 好所以她总共有三个 全部打开来 其实还蛮大的 好所以对你来说 如果假设我们要备料啊 或是要洗东西 要放东西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好那电器柜的上面的墙面呢 一样是不能浪费嘛 所以我们一样用了这个吊杆 好所以就可以收一些餐具 包含一下筷子啊 湯匙啊 还有大的剪刀 还有像这种滤网啊 都可以放在这边 好那上面呢 一样可以收我们的餐盘 好所以如果假设 对你来说 其实这个都只是 每个家庭它顺手好用 好所以例如说我的碗 可能收在下面 那我的盘子就收在上面 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上柜的设计 再加上这个电器柜的设计 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托盘 对我在烹饪或是在备餐 其实是最方便的 所以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想你的东西要怎么设计 好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工作阳台了 好所以既然是工作阳台呢 当然就是我们洗衣服 晒衣服的地方 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洗衣机 好那这边有一个洗手台 好那右边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餐 有一个冰柜 那冰柜啊 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煮饭嘛 但是呢我又希望他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吃自己煮的 所以我同学之前可能有看过我的FB的粉专 我就会po我就是煮一个礼拜 或甚至是两个礼拜的主食 所以例如说像咖哩啊 卤牛肉啊 卤鸡肉啊 所以我们就会用玻璃的保鲜盒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冰箱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放这么多的收纳 所以我就会用到冰柜 所以冰柜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那这边就是一些我们平常在洗衣服 不晒衣服会用到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工作阳台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说 诶房间呢 我们怎么没有开房间给大家看呢 因为呢我还有其他家人嘛 所以我还是要顾及我其他家人的隐私 跟他们的感受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拍我们的工领域给大家看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客餐厅 看到了游戏室 看到了卫浴厨房跟阳台 好所以今天就先不帮大家开房间了 但是我们之前有一次有预告呢 就是我这一次的更衣室 我有特别尝试了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呢用IKEA的家具 再搭配呢 请木工帮我订做 所以下一次呢我会帮大家开一个特辑 就是专门介绍我这一次的更衣室的设计 我之前呢曾经听过一个比喻我非常的喜欢 他说呢家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滤子 他把咖啡的渣渣呢全部都滤在外面 然后呢只留下最香醇的咖啡 有没有觉得这个比喻很美 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呢家也是这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常说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 能够在自己最舒服的空间生活 然后呢而且是还有机会可以打造 跟设计自己的家 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就感 看完开箱之后大家还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呢 大家也可以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帮我点菜 举例来说呢已经被敲完 已经指定要看的呢 还有包含像油漆的颜色要怎么挑选跟怎么搭配 还有像怎么打包 居然都有网友留言说他想要看 有没有快速打包搬家的技巧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看关于装修跟搬家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主题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许愿好那我可以看一下大家的清单 再来选择主题拍摄给大家看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拜拜